過了一陣子 我的指導老師就把頭看出來 他說 Mr. Stein 你進來一下 我就進去了 他說 我們要討論了很久 到底不是討論要不要給你博士學位 我們要討論是給你一個博士學位 還是給你兩個博士學位 最荒謬的事情是什麼 我有三個examen 甚至三個口試圍 因為我的論文是法律跟經濟的混合體 所以 一個是我的指導老師 一個是經濟學家 一個是學法律 那個律師就說 你的經濟部分寫得不錯 那個經濟學家說我法律的部分寫得不錯 這個大概是有史以來倫敦政經學院最 令人驚奇的對我博士論文考試 然後最後他們決定給我1.5個學位 那我就以為我已經拿到學位 結果我又等了半年才拿到證書 就是這個英國人的這種速度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我那麼快寫完論文 但是他們要我等一年以後才拿到我的證書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在下方點下 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